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课程 上节课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如何实现一个自定义的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这节课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实现那个下拉刷新 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 大家可以看到,我新加入了一个第三方库 然后呢,至于这个CocoaPose的使用,大家可以参看我之前的课程 然后呢,这个酷叫Pose to Refresher 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下拉刷新的意思 然后呢,这节课我就教大家如何用这个第三方空间来实现下拉刷新的功能 大家先看一下模拟器 在这两节课的空档时间呢,我把我们之前的代码的UI部分稍微微调了一下 然后让它和网易客户端的包括颜色啊什么的都比较一样 然后这样,至于具体过程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改改颜色 然后加了一个Navigation 然后Navigation呢,我们是通过这个Storyboard加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怎么添加这个可以参看关于Storyboard的工程 然后在我们这门课程当中呢,就不进行讲述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当我们下拉这个TableWheel的时候 在上面会出现一个下拉刷新的提示 然后呢,我们要刷新当前这个页面 要重新进行网络请求 然后把请求回来的数据再显示到页面上面 我们现在开始来教大家如何去实现这一部分的功能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跟我们使用Anon File之类的是一样的 我们先要通过Import 然后来把我们的工程引入到我们的文件中 这样我们才能使用 然后大家,大家可以看,哎,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OK,它的名字和它的包名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的方法 然后我们要用到呢,就是这个A的Pro2Refresh 然后后面跟着一个B包的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给我们当前的这个TableWheel 来加一个下拉刷新的空间 然后呢,我们这个方法要加在我们的SetupSubwheels里面 然后在添加之前呢,我们先添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我们的这个Refresher 然后我们直接出时化好它 OK,然后有了这个Refresher呢 我们在刚才说到的这个SetupSubwheels里面 直接来通过TableWheel它扩展的这个方法 来添加这个Refresher 然后最后是一个B包 然后呢,这个B包里面要执行的 就是我们当下拉刷新的时候执行的那个代码 这个地方我们先不写东西 我们先打一个print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这个就算我们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要在我们这个TableWheel刷新结束以后 我们还要执行一个刷新结束的方法 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效果 非常简单的几句代码 然后就可以实现一个下拉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了 然后打印出来了 但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执行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执行这个下拉刷新结束的动画 所以它这个动画现在会一直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修改这部分的代码 然后我们再修改一下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在里边调用一下我们的 get data from server 这是我们当时讲Animal Fire时候写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现在我们再对它 OK,我们这样吧 我们之前我已经写了一个方法了 然后呢,这个方法和我们第一个方法 调用的URL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这样我们可以便于大家看一下效果 哦,这样我们把这个方法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get data from可以加一个01 我们暂时先这样,这样方便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上面是定义了另一个方法的 有了这个方法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不一样的数据 然后来给大家展示这个下拉刷新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的URL改成这个second 然后里边的数据我们需要做一下微调 好,因为第二次拿到的数据是只有一个列表 并没有很复杂的数据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方法再改一下 我们改成这个方法 这样我们就会拿回来不一样的数据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OK,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 OK,大家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下拉刷新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OK,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的数据已经变了 这个数据就是我们在下拉刷新的时候 重新从网络上获取的数据 然后呢,但是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它并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再稍微修改一下代码 我们在我们这个get from server01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在网络成功以后 在这个地方来执行一个 结束 就是end refreshing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说 在我们数据请求成功以后 结束刷新 它就会隐藏我们上面的那个loading动画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效果 我们下来刷新 大家看到了吗 数据已经刷新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上面的这个动画也会消失 成功了以后 我们上面那个动画就会消失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上面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这个第三方库可以非常容易的通过几行代码 来实现一个下拉刷新操作 然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通过 CocoaPod 然后来安装好我们的第三方库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引入我们第三方库的投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初始化一个下拉刷新的空间 然后呢 最后再把这个下拉刷新的空间添加到我们的table wheel上面 然后呢 在这个最后的币包回调里面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在我们的网络请求成功以后 再调用一次这个endrefresh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一个下拉刷新的功能了 OK 到今天为止 我们防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课程的前两部分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们最开始教大家使用了enum fire 然后又教大家使用了kingfisher这个图片加载裤 然后呢 之后教大家实现了一个支持多种style的table wheel 然后之后我们实现了这个可以无线滚动的scroll wheel 然后这个图片的bann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实现了一个可以支持多个标签的这个segment control 然后也给这个segment control加了回调事件 然后如果我们也可以在这回调事件里面写这个数据刷新的一些那个代码 然后呢 这节课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实现一个下拉刷新 然后呢 到这节课为止 我们这个网易客户端的首页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然后从下节课开始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有几节课我还不能确定 然后呢我会教大家如何去优化我们现有的代码 我会教大家把我们的代码再进行进一步的封装 然后让这个代码变得更加的稳定 然后也更加的便于协作 也更加的便于复用 OK 然后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